其實這支影片我一直在想到了要不要拍 因為我怕我拍完之後 前任的員工或是店長看到這支影片 會不會來查我水錶 雖然他們不知道我有這個頻道 但是網路的傳播力可是很強大的 會不會因為這支影片 讓我直接消失在YouTube圈呢 不過後來想想我還是繼續拍下去好了 反正被抓了就被抓了 有什麼好奇怪的 而且我講的也是事實啊 又不是隨意亂講的 反正大家又來玩就來玩啊 有什麼好怕的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先聲明 影片中我不會說出那家火鍋店的店名 然後如果有其他當事人的話 我會用別的名稱來保護當事人 就說的差不多了 那就來聊聊我在火鍋店的辛酸史 這件事情大約發生在去年的9月中旬 當時我就想 要存一些錢來買更好的設備 所以我就開始在網路上找工作 找著找著一開始找到的是做義大利麵的餐廳 然後那個店家也有找我去面試 面試到後來就沒有再跟我做聯絡了 我就想說好吧沒聯絡就算了 那就繼續找杯 於是找了快一個月 我看到這家火鍋店也在蒸人耶 而且他在我家附近 那時就直接二話不說 就直接投下履歷了 那沒多久店長直接跟我做聯繫 然後也跟我約了面試時間 那有當天面試結果還蠻順利的 就直接跟我說 隔日直接上工 當時的我高興的不得了 直接回家開始準備東西和心情 就等明天晚上的到來 到了上班的那一天 他們就開始教我 如何端鍋 收鍋 把台整理等等 一開始這一些 對我來說還有點不太熟悉 對我一個菜鳥來說 要得花很多的時間來做整理 首先這短短的時間 你就開始慢慢熟悉他們的套路了 從拿一兩鍋的我 可以一次拿四鍋 收縮從石盾變成迅速等等 然後以這樣的工作環境 做了兩個禮拜 他們就發了一套制服給我 那在發制服之前 我原本是穿了一套實習的衣服 本來想說如果沒有拿到那件衣服的話 大概99%應該就被file了吧 首先在這段時間很快就適應了 這件事情發生在11月的時候 一如往常的上菜 有客人反應說 他的鍋內的肉沒有加量 當時那位客人 他的鍋已經吃一半了 所以我就只好跟裡面的人做反應 那好死不死那鍋 又剛好是我送的 當時候的 我會有確實把那個單給看清楚 結果當時候的電腦就直接跟我說 你單再不看清楚啊 等等的這些話 那在說結果之前 我先說說他們的內部流程 首先外面的櫃檯人員 會先幫客人做點餐的動作 當客人點完餐之後 這一筆資料就會傳到內部的廚房 也就是做鍋的那一塊 等到他們做完鍋之後 他們就會直接丟在托盤上面 然後也會順便把剛剛開出來的單 也會順便放在托盤上面 這時外廠的人就要看 看他們的內部配料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會直接端給客人 說完整個流程之後 店長就說 那就直接給30塊的夾肉費 我當下以為是要退那位客人30塊 結果不是 是要我賠30塊 當下我也沒有多想 就直接把這30塊丟到收銀台 然後店長就直接叫我住寄 100半30元 後來下班回到家之後 我就把整件事情 告訴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 結果全部人的回應 跟我說 這不是你的錯 是內部廚房的問題 為何要推卸給你呢 而且明明就是內部廚房的問題 為何要叫你這個外廠 賠這個30塊呢 而且我的朋友也說 他之前也是做同樣類型的工作 也沒叫工徒生賠錢啊 總之種種不合理的一點 讓我開始擔心 這一家店家是不是有些問題了 不過這個30塊的事情 我就覺得算了 反正我搞這個頻道 也是幾千塊錢再算了 這個30元對我來說 算是冰山一角 到了工作的後期 差不多在11月中後的時候吧 那天不曉得發生什麼的事情 客人來的非常的多 雖然前面有講到 有做基本的員工訓練 但是那種人很多 都要弄櫃台 定位 外送 送餐的我來說 可是吃不消啊 更慘的是 每次外廠家我 都只有兩個人在hold住全場 那對我這種外廠的菜鳥來說 可說是幾乎會把外廠搞得一團亂啊 那又剛好那天 我又不小心把外廠給搞亂了 這時電腦看到外面都已經炸掉了 反而把我抓去內部廚房罵了一頓 我覺得罵人就算了 反而他抓住我的衣靈做事要打我 那時候我就直接開啟我的防衛能力 我就直接抓他的手 你幹什麼 他抓了大概沒多久就直接放開我的衣靈了 雖然他事後也有道歉 不過事後的我 我也有思考自己 還有很多地方也是需要帶加強 到了晚上12點收店過後 店長就直接幫我加強櫃台管理 那時我還記得很清楚 他從凌晨1點開始交 交到凌晨2點半才放我回去 凌晨3點才到家 然後洗完澡之後 大約凌晨4點才上床睡覺 到了隔天起床 我才把整件事情告訴我的家人和朋友 那時候我跟我朋友和家人說 我已經跟店長說我做到這個月底 先說不是店長把我留下來 我就直接跟他提離職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我就覺得這公司有一種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的氣息 所以經過我的深思熟慮 才向店長提出離職的 到了11月22號 那天剛好是禮拜天 然後客人也是一樣一如往常的多 那時忙到晚上9點半才開始收吧檯 其實吧檯在晚上9點就可以開始收了 只是那天也客人很多 所以那天有稍微的拖到 那時候我大約收到10點半就已經收拾完成了 那我整理完之後 我就跟他們說我弄好了 可以來檢查了 那好死不死裡面的人又在做鍋 所以裡面的人搞到快11點才來派人檢查 那也有指出一些問題叫我再弄一下 真當我弄到一半時 有一個聲音讓我感到非常的熟悉 真當我走出去時 看到我父親直接進到店裡面跟店長做交談 當時的我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有點任在那邊吧 反正我父親就覺得自己的兒子都到了下班時間都還沒有回家 然後也沒有跟我們做聯繫 就去看看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當時候的我我也沒有多想就直接上床睡覺了 到了隔天也是一如往常的工作 到了9點也開始收吧檯 那時候的我剛好在收醬料台 所以有很多醬料先暫時放到廚房 等到我用另外一個容器裝好之後 才會一一的把它給放出來 結果在弄的過程中 網路就收到一個這樣子的負評 這個負評就是說 要我們該去做的就去做 而不是等到客人反應才去做 當初店長看到這個負評 就叫我直接說剛剛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直接一五一十的告訴他 結果我說出來之後 店長反而不領其 反而去計較我昨天父親來店裡面的事情 甚至直接給我扣上 爸寶這個大帽子 聽到這個詞我就直接開口嗆他了 你小孩在外面會不會擔心嗎 然後他就說然後勒 然後到後面就一直跟他講 然後他就直接一瘋狂的跳聲說 然後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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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來他就直接落下狠話說 不爽就去告我啊 有種就來砸店等等 這種挑釁別人的話 於是我整個人就直接在店裡面大爆炸 直接說我不幹了 到了家裡 我就把整件事情告訴我的家人 我父親當場聽到後 直接二話不說 馬上要我帶他去找那位店長 然後那個店長好像要掩蓋整件事情的經過 總之這樣去的結果是完全沒有結論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非常沒有邏輯 沒有思考人力的店長 總之就走在回家的道路上 我就在想 會不會我這輩子天生不是做餐飲的料 怎麼樣做都比別人還差 心裡面可說是五味茶層啦 那到這裡整個火鍋店的打工心酸子就差不多講到這裡了 那其實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但愛於篇幅所以我就講我比較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怕我全部講出來可能影片就直接超過30分鐘以上了 最後影片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就在我右下角點一下訂閱和喜歡吧 然後如果想要繼續追蹤我其他社群的話 就麻煩點一下我V的粉專 Instagram 還有我的蝦餅賣場你的讚或是追蹤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就大家掰掰 真的很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 我們來紅毛